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來開始今天晚上的台中哲舞 就是要在主題之前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做介紹 做一個開場的介紹 不只是介紹台中哲舞 然後待會也會讓大家自我介紹 今天感覺有非常多的聲面筒 一定不知道來到哲舞要自我介紹 對不對 也不是什麼學校的 你們看起來就是一群人 就是同一伙的被老師找來 對不對 到這邊應該都是 那待會你們可以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你們今天要來 或者是有什麼理由要來 因為這五每個禮拜 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禮拜五的晚上七點 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 就在好辦這個地方 那我們會每週六挑選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找一群人來聊聊天 那不只是每個禮拜的雨灘人 然後主講者 那我們就希望說有更多的不一樣的群眾 然後不同的族群也都可以到好辦這個地方 然後來到哲舞這個對話的場域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說 每一個禮拜我們所挑選的議題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去看待 因為哲舞它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對話場域 它是一個非常開放的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專業 或者是用自己的角度來針對 每一個不同的議題來表示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大家要自我介紹 因為哲舞它有一個宗 只是要以群眾為主體 你們先坐 你們先坐 魚灘人可以先坐 其實哲舞它就是一個非常開放 然後其實平常也沒有在幹嘛 平常我們真的也沒有在幹嘛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會這麼順利的運作 其實是依套著一群志工 然後每個禮拜大家利用自己客餘的時間 或者是工作的閒暇 把這些事情完成運作 設計海報或者是寫文案 然後有各種的 像我們今天的主持人也是我們哲舞的志工 哲舞它既然是一個志工來運作的 你可以說它是團體或者是組織都好啦 反正就是哲舞的志工團 那我們沒有盈利嘛 我們沒有盈利 所以它的基本的一些經費的花用 其實就是依靠著每個禮拜有來參加 然後有來參與的這些聽眾 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可以幫我們投一點零錢 或者是你有一千塊兩千塊想要幫我們投進去 也可以歡迎大家來依住 因為哲舞它是沒有給獎者費用 可是有些獎者它會來自可能是比較遠的地方 也許是台北或者是台東高雄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補貼它一點車馬費 因為哲舞有一個很大很重要的精神叫做 欸是什麼 哲舞有一個原則就是我們不要在對談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不要去禮盡句點 那我們會希望說 所有的知識或者是所有的哲學觀念 它都是可以非常平易競爭的 然後可以在這個地方 大家做一個最簡單的交流 所以我們在這個用意上 我們希望可以去補貼 講者一些車馬費的用意上 我們會希望說破除了這些地域上的限制 不要只是把這一些 我們認為平常好像一些很觀念 或者是非常一些專家什麼的 都只能夠在台北 在這個首都才能夠去發散出那些概念 我們希望說不管在台北 或者在台中 或者在高雄 台南 台東 還是花蓮 其實每一個地方 它都可以擁有同樣的類似的資源去運作 讓每一個地方去產生這樣子一個對話的場域開始 那哲舞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話 叫做 匯聚城市裡面孤單的靈魂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台中這好幾十年來 很多人會覺得這十幾年來很無聊 台中好像是一個很無聊很無趣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希望說 今年我們開始做哲舞之後 是不是可以讓更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去討論 對這個城市的想像 或者是對於台灣 對於整個社會的模式的想像是什麼 好 那待會兒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自我介紹 欸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有看到這個買來的政權嗎 這個是 有聽過這本書嗎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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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更應該要買回去看 這個是 我們上前幾個禮拜 一個 買來的政權的這本書的作者 他送給我們 然後要給 折伍地賣 一本是兩百塊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 幫我們投到這個益珠箱裡面就可以了 那買來的政權在講什麼 他當然就 因為上禮拜才剛選完舉嘛 對不對 他就是在分析一些台灣很多地方到 相信可能到這次的選舉也是有些人有聽過 就是買票 會選 這些事情 他裡面記錄了非常多 他們去做田野調查 然後去記錄了非常多 不管是學術上或者是田野上面的 這樣一個非常 地方政治有許多奇奇怪怪的買票行為 在這本書裡面寫的還蠻詳細的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回去一本是兩百塊 然後 就幫我們放到我們印度箱裡面就可以了 應該差不多 有個行筆簽 對 裡面還有作者的行筆簽 那我們就要開始來自我介紹 一個人只有十秒鐘 不過你要講久一點也是可以 那你可以講一下說 你來自哪裡啊 你是哪裡人 在做什麼 是學生還是上班族 那為什麼會今天會來折舞 是對折舞有興趣 還是對今天的議題有興趣 好 就從你開始 大家好 我是先生雅琪 可以大聲一點嗎 我來自台北 然後 先入學生 對這個議題 你有去過台北的哲舞嗎 沒有去過台北的哲舞 所以 今天特別來台中的哲舞 你們是同學對不對 你們看起來就是同學 大家好 大家好好我家裡一直 我來自基隆 然後 對 就是我們這台都是 宗教派 宗教派 應該不會是台語系吧 好是喔 嗯 然後今天就是對這個 大家好好 大家好好 我是以後子 我來自家裡 然後 今天是 我來自家裡 你是台語系 沒有人要用台語 如何介紹 大家好 我是黃明璇 大家好 我來自陶寧 我來自陶寧 在一起 然後因為對這議題有興趣 所以來 一起 你們真的不是被老師逼來的 都是對議題有興趣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來自家裡 然後 青瓣 然後 然後 那 張藍 那個 買來的政權 對 作者 就在彰畫工作 他不是彰畫人 大家好 好 我幫你拿 我來找的話 今天就對你也有興趣 所以來這邊找 你們怎麼都這麼有興趣 你們也有在打工嗎 沒有 那為什麼會有興趣 欸 那給我幫忙給他 快點 我們要B問他一下 為什麼會有興趣 以後打工才參考 好啊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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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語系的 嗯 你可以再多講一點 我來自我貓的肚子裡 好 我們都是 大家好 我叫唐辛勇龍 然後我不是台語系的 所以也是宗教道嗎 好 大家好 我是姚尚文 然後我來自北區 然後現在在大雅服務 然後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覺得 心情是晚上 可是沒有回家的話 也沒有服務做 所以我來這裡學點東西 好 好 我是被好學生和壞學生之六個支持 所以我想來聽聽看好學生和壞學生 永遠的影響 謝謝 好學生和壞學生 大家好 我是來自日本的華語國 我是來台灣已經兩年多了 快上唸了 然後 現在在凱澤面 其實今天來這裡的原因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教育 我的教育換 教育換環境 比較 沒有像一般日本學家 因為我高中是念體制外學校 因為教育學校的 所以今天對這個意見很有興趣 所以是在日本念體制外學校嗎 嗯 高中 然後畢業之後 因為那個荷島荷在的關係 跟媽媽 比一切 OK 所以妳那個 我很好奇 就是妳在日本的時候有打工過嗎 有 有 那待會妳聽完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灣跟 在妳聽來 台灣的打工 跟日本的打工 哪裡有差別 好不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王促山 然後我來自台南 然後現在是上班族 然後因為我去過台南的節目 這樣子 然後妳要上班 要換上班 大家好 我叫范宣 我來自桃園 然後 未來這邊是因為我自己關心教育 然後 我覺得台中哲我非常有遠見 因為這個題目在全台灣 就我目前了解是唯一一場 來支持 謝謝 應該是第一場 我希望不要只是唯一一場 好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范國軍 然後來自南城 我在台中讀書 對哲務有興趣算了 內地人 我也是內地人 大家好 我叫王晴 然後我是桃園園 現在是中泰醫學大學的學生 那也是因為這個哲務有興趣 然後 我們有一個 我們兩個有一個朋友在這邊做實習 然後現在介紹給我們 今天上次來看看 實習是在好辦嗎 好辦 好辦 謝謝 我是高校台語的 語自師 然後第二次來 然後是陶元人 一學 我是童小倩 然後 還是陶元 然後 總腳大語系 也是台語系了吧 對 大家好 我在外部結 然後我是台中的 然後本身來打工 所以就是要進去 大家好 我是王法明 然後我是余明人 然後今天過來就是 因為我明天要去台北 所以今天過來台中找朋友就是住這樣 然後就剛好就跟他一直過來這樣 只是順路也對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陳怡君 那就是我是上班族 那因為知道折舞是因為朋友的關係才知道 然後是對經驗一天有興趣這樣子 謝謝 上班族為什麼會對工讀生有興趣 因為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很多打工的經驗 對啊 然後也對好學生跟換學生 這一題也蠻好奇的 就想要對 多了解這樣子 好 那待會也許你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很多的打工經驗 跟現在的學生的打工經驗 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我剛好 我是Katrina 已經來好幾個月了 就是已經習慣固定沒事的時候 然後我下班就來這邊 然後我也是來成高級美議題的事 謝謝 對 這個是我們那個就是VIP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每一個 如果說大家有第一次來參與折舞的 那也許你就可以養成一個這樣子的習慣 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好不好的習慣 那你禮拜五的晚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也許你也不用去關注說 這個禮拜會是什麼議題 可是你來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較 會有驚喜 這樣說 今天要談這個 不過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搞不好我們哪一天 去員工旅遊之類的 然後你的來就撲空了 大家好 我是施芋芳 那我從以前就學來參加折舞 到有空的時候就會來 那所以我後來就當了折舞的志工 那因為今天對這個體驗很有興趣 所以就來聽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吳熊 然後我現在是在 反正就是在花蓮有一個農業經理的工作 然後因為現在是還在台中 主要在西部處理這事情 然後又認識哈拿他們 所以就過來聽 大家好 我叫吳熊 我是在台中拜五的 念念志工 我今天沒有念念 我今天全身來聽 那現在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了不起的 我想我在這裡 聽我現在的年輕人 對中正常的 現在的面對這裡的看法 剛剛介紹一下 大家好 是 慧琳阿 我是折舞的志工 大家好 我是余欣 下班族 然後我也來南多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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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俊 然後我是台南人 在台中工作 然後昨天第一次知道折舞 然後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過來了解一下 你從那邊知道 竟然第二次知道 朋友提到說 禮拜五有這個活動這樣 那你今天朋友有來嗎 好像沒有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把你的朋友騙來 每個禮拜都可以來這邊 就是進行一個聚會這樣 因為折舞就有點像是老鼠會啊 就是回去幫我們推銷給你的朋友 然後邀請他每個禮拜也是可以在 禮拜五晚上的這個時間 然後來和我們一起來聊聊說 每個禮拜不一樣的議題 到底有什麼有趣的想法 或者是奇怪的看法也好 就是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來 一起來折舞 然後來聊聊 來討論一下這樣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台字 這個橋太 這個高中 橋太高中 對 高中生耶 這裡有高中生嗎 有耶 好 繼續啊 繼續啊 你還在講完耶 你再自我介紹一下 還是學生 然後希望以後 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其實現在還在出一集 還認真出一集 對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來 因為想要來看其他人 其實非常經驗 所以你是想要來 那你有打工過嗎 沒有 我目前還有這個經驗 沒有這個經驗 那你是因為只有五來 還是因為今天這個題目來 對 因為就是哲學啊 就是很有興趣的 對 哲學有興趣 對 好酷喔 好 那你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 你對於今天的這個議題 有什麼想法好不好 就你現在就還沒開始聽 然後可能只有看到 這個小小的海報 或者是有看到網路上一些的資訊 你有什麼想法 就充滿好奇多 就這樣可以嗎 其實那才要了解 就是假如說 現在手面已經什麼 像社會 到底外 需要什麼 會不會很難做 好 太好了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 把很多人都騙進來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那個外面的 外面的同學要進來嗎 好 好 好 那你講完了嗎 好 大家好 我叫秉謙 因為之前幾個月前開始 很多朋友都在臉書分享哲學星期五的資訊 那看來看來今天 你朋友有來嗎 應該沒有 很多朋友都在台北高雄的 然後 剛好今天休息來台中怎麼怎麼 他有這個的活動 就有講說 幸運來再見 好 謝謝 所以你原本不是在台中工作 也不是台中的 呃 是在台中的 在海縣比較偏遠的地方 所以要做活車過 好 那之前都是在台北中學工作 好 謝謝 搞不好我們哪一天也可以去海縣幫你長大 大家好 我是佩琪 然後我是這個地方叫好辦的空間的負責人 然後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為什麼 大家今天聊到這個空間 掛了這麼多 看似像鞋墊 那其實不會生眠的東西 因為其實好辦每個月都有一個主題 那 呃 是本人設計的主題季 那這個12月份 我們跟棉樂樂士合作 就推出了展覽跟紀錄片放映的等等的活動 那棉樂樂士它其實 呃 他們在做跟尼泊爾當地的婦女合作 然後去做這樣的手工的部位生棉 就一開始他們可能目的是想要做給當地婦女 那後來就是經過很多 呃 很多時間累積之後 他們就有些成品 然後也有買到台灣的這個 那他們 呃 創辦明天會來和他們分享這個展覽 跟他做這件事情的呃 故事 所以可能當然很多疑問想說 當地人真的需要這樣的東西嗎 或是 這個東西在 要怎麼使用 好清理嗎 或是台灣人會需要這樣的東西嗎 就如果大家有疑惑的話 或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明天晚上的那個分享 那呃 呃 在那個桌上有這個的文宣是 這個月份的活動 所以 呃 大小小可以來參加 謝謝大家 對 因為在一堆部位生棉底下 我好奇說 打工有沒有生理假 打工有生理假嗎 好像沒有 可是如果 因為工讀生也沒有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去幫忙保勞保對不對 雇主要保勞保 可是通常都沒有 有 好 我就突然想到 其實有 就是 呃 大家好我是Hana 我是哲武的職工 等一下我會傳一張錶 如果大家有興趣之後 接收到哲武的相關訊息的話 就是我們小王子 從上那張錶 大家可以填一下你的 email 那今天會來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觀察的切入很有趣 我自己在就學的時候 呃 我那個朋友圈的階層都沒有太 為了經濟困擾 所以其實大家的打工經驗很單純 就是在西班大打工或去實習 那到了大學畢業之後 我開始發現 欸我覺得好像 大學生有缺少一些什麼生活經驗 所以我在 呃 gap year的時候 我做了很多很奇怪的打工 然後我就發現 欸打工時候遇到的人 跟大學時候的人 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今天會想要來聽聽看 就是 現在的就學生 對於這個 呃 題目的觀察 請說 謝謝大家 你要自己來前面嗎 你自己走過去 沒有啦 丞翰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是我介紹 就是你 不用啦 那好 我是丞翰 然後我是哲武的志工 然後負責網路直播 然後就是大家如果有在那個 我們哲武的粉絲專頁有看到 就是網路直播的話 那個都是我負責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給大家一個掌聲 我們也許這樣每個禮拜 都在那個 我們的攝影機後面 然後幫我們錄影 架設直播這樣 所以 哲武最近人越來越少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開了直播 然後很多人就 哇 不想去 不然看個直播就好了 天氣好冷 看個直播好了 所以我們下禮拜 要把直播關掉 沒有要騙你們的 好 繼續 大家好 我們是 我是妞妞小婦負責人 那我們是在這裡 長期的進駐者 因為覺得這裡的環境 還有人 都讓我們很喜歡 所以 有空大家可以來這邊跟我們聊聊 那每週一共食 大家可以更了解 那我們做的 妞妞小婦主要是在做一些 大家吃的味道 照顧大家的健康 跟那個美味 口感的意思 所以有機會的話 門口有我們的名片 妞妞小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市立大里高中的中文師 然後 我是剛看完我們學校棒球類的 黑豹級比賽 然後過來就這樣 然後今天真是有空玩的 謝謝大家 這裡都還沒有 你們那邊一進來就 我們要自我介紹 我們要先自我介紹 我們要先自我介紹 有來過嗎 有齁 知道規矩就好 你是誰 來自哪裡 在做什麼 你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 正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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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拜託你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要知道幾句 知道嗎 待會跟台語學來 然後我跟台語說 台語學 五文帥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 台語學 我是台語學 你為什麼要來 因為 我老師 推薦我來 推薦 推薦 所以他們回去學這一句 已經準備了一個禮拜了 哈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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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緣游會 歡迎大家來 是校慶 115週年 宗教大學的校慶 對 我想要這整晚一點 大家好 我叫郭麗 我是台中課 我現在是 替代儀 目前在 班上約服務 謝謝 你們每個禮拜 好像都有 不同的替代儀約方 來 互相替代一下 大家好 你好,我是貴雲湯,我是他們的動物 你是誰?你以前我一直看好一條 大家好,我是台語的法庭祝福福 大家好,我是台中古的台語,我是台語的 還有人還沒自我介紹?有 有,還沒自我介紹,真的 不要跑,不要跑 那你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金人 我已經半年沒來,因為工作很忙的關係 上一次還是八月,我開衝了 大家好,我是第二次,然後我看錯日期 很大衣的那個主題 那還是誤會一場 給我聽,這主題也很棒 還有,還沒自我介紹的 那是你的影響嗎? 是,突然 好像是新科領長 對,是新科領長嗎? 對,是新科領長嗎? 欸,誰呢? 好,好 好 你好,你好 嗨,你好 好,你好 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李長好辛苦啊,還要來講笑話給大家聽 這是職責啊 我是新選出來的 我是新選出來的 還沒就任嗎? 對 也是一樣是十二月二十五號 聖誕節 對 那這次代表民主小巢 選台灣有十五個他啟動自己 哦,民主小巢好像四十幾個出來選 就是,然後有十五個有上任這樣 對啊 然後民主小巢的來龍去脈呢 有一點接近就是 民主進步長他想說就是 輕免參政,翻轉基層 好好的,好好的 也許我哪一天也可以請新科領長來分享一下他的選舉心得 就是大家不要擔心五萬塊其實沒有很多 五萬塊拿來賭兩萬二變成四萬五 其實滑得來,真的,試試看 要等四年以後 好,那大家好,那個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也是哲學經紀委員事工 然後 我們看到有那個新科里長 其實里長他之前在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有來哲舞分享過一場 他那時候還是候選人 可是我們那時候談的有關於青年參政這個議題 那時候他來這裡談 那我們就萬萬沒想到 他談完了我們哲舞這一場之後 在三個禮拜 結果就贏了 然後就變成真的是變里長 所以我們哲舞也算是有一點吉祥物的感覺 然後 然後 然後今天我們主題要談好學生、壞學生 那我覺得說這個是 尤其主要談的是有關打工 那我自己當過好學生我也當過壞學生 我打工的時候也會被認為是 打工的時候會被認為是壞學生 因為我大學念四年 打工打四年 然後大學四年 曾經差點被惡意 然後又 畢業成績大概全系是倒數 然後前幾年過來 然後好像也沒有影響到我後來工作怎麼樣 那因為我畢業的時候老師跟我講一句話 然後就讓我比較有信心 他說 沒關係啊 雖然你也是這倒數畢業的 可是老師所有畢業學生裡面 將來成就表現最好其實都是從後面過來的 然後他就覺得還蠻有信心的 那我覺得其實說可能打工這件事情 在每個人有不同的想像 然後 尤其是在這個勞動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打工那個時候是時薪66塊的時候 然後 你應該有點遙遠 66塊是基本時薪 然後 可是我去打 我第一份打工的工作 我的起薪是100塊 也就是比所謂66塊的要多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很多 比如說那時候最打工是最好的 就是加油站 加油站大概有90塊 可是我不是在加油站 然後我在餐廳裡面打工 餐廳裡面 餐廳也有分 然後結果我在比較不錯的餐廳就有100塊 那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東西其實有一點差異 為什麼 我打工的餐廳可以100塊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要先面試 用英文面試 然後通過英文面試 他就給你這個薪水 所以說 其實是當waiter還是有不太一樣的話 這種有階級上的會一些區分 然後稍微帶一點點尖鑫這樣子 好 沒有 沒有 對啊 人越來越多 我們就比較溫暖 就比較沒有那麼冷 好啦 讚嘴也可以講 各位好 我是 我叫可靈毅 然後我今天是HANA的迷地 對小的是來拜見HANA的 對 請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好 我是大帽 我是中措四個月的整午自高 我是我在高中教書 今天是來拉高那個差異的可靜黎 謝謝 我是衛商 然後你中措了四個月這樣 然後就沒來了 今天想來看看自己是好學生還是外學生 好 謝謝 謝謝 你們好像都是我介紹 好 換我 我是加油 然後其實 對好學生 壞學生 我想到一件事情 這是我國中的時候 那我們有同學在 那個理髮廳打工 然後那時候的一些 他們會 就是那種比較舊式的那種理髮廳 他會希望學院把指甲留長 因為他在洗頭髮的時候 會比較有 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可能比較有感覺或什麼的 就是老闆會這麼樣的要求 可是回到學校的時候 當初我們會進行一些很白癡的事情 叫做服裝移動檢查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這個了吧 就是他要檢查你的頭髮 檢查你有沒有帶衛生紙 檢查你有沒有剪指甲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那個被標榜的壞學生 被貼上標籤的壞學生 就會跟老師 老師產生的那個抗議 就說我 我老闆要求我要留指甲 可是老師會說 你現在在學校 你把指甲剪掉 你要打工 那是你的事情 那我覺得教育在這個地方 好像就變成一個割裂開來了 變成兩個非常完全不同 不同面向的一個爭執 那到底 因為據我們今天文案裡面 一直去提到說 到底什麼樣是一個學習 到底什麼是學習 在打工的那個過程當中 還有在學校的教育裡面的學習 到底要差多少 到底在我們原本的這些想像裡面 是不是有那麼大的差距 我還滿好奇這一點的 所以既那個好學生 壞學生 雖然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為這六個字而被吸引來 到底怎麼樣是好學生壞學生 可是我覺得在我的那個年代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 變得非常說那些標籤是很明確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現在那學同學 他們現在在忙些什麼 或者是在哪一個地方 可是我回去再想的時候 我認為說 那樣子的環境教育底下 其實扼殺了非常多學生的一個身心的發展 為什麼我去做了一件 不管是他要去補貼生活費用 或者是他覺得在那個地方 他可以找到他的成就感 或者是他可以學習到一些他 想要去學習的資源的時候 會被我們的教育體系去貼上了一個 壞學生的標籤 我覺得很不公平啦 坦白說是很不公平的 然後今天再回來看看這個 打工裡面的階級 是階級還是階層 教育階級 我就是還蠻期待是我們今天的講者 會帶來什麼樣的分享 然後因為剛剛相信 底下也有一些同學是有打工的經驗 那我覺得也許今天討論會非常精彩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今天非常緊張的主持人